各位同學我們又到了禮拜一的 我們正規單元的時段看我穿上PT Uniform就知道 今天我要講Charlie Mike 那今天的防疫生活我就不多做贅述了 跟以往沒有什麼兩樣 在家 整理整理東西 然後把不必要的東西做一個清理 也算是 除舊不新雖然沒有到過年但是 我個人認為我要實踐 簡單就快樂所以我東西太多有時候那個東西真的是 好久沒碰過也不可能再碰的那個我就把它剪一剪 那種拉拉扎東西丟一丟 今天丟了蠻多東西也蠻清爽的 所以在家防疫就是動一動 清理清理除舊不新然後吃防疫餐 我今天的防疫餐吃的蠻簡單的把吐司麵包吃完 然後呢 午晚餐早餐 不是午晚餐應該是講 午餐 跟早餐吃的是牛奶 咖啡 吐司吃完了 然後呢 喝蜂蜜水 像我現在也泡了一杯 晚餐做了一點變化 吃了大概 將近 20顆的水餃 極地水餃 然後大蒜切多一點 這樣吃 水果吃了 兩三根香蕉不是同時吃 我是餐前吃一根 餐後吃一根 早餐吃完也吃一根 吃了兩到三根的香蕉不錯 好 這是我的防疫生活 今天沒有外出 然後 現在把冷氣打開 因為我一整天沒有開冷氣 我怕 現在露營的時候 溫度過高 造成 它會遲滯 後來發現遲滯的現象有可能是溫度太高 所以我就 剛剛把冷氣打開降溫一下 那這個時間應該也是離風時段 我今天一整天包含萬安演習 我都沒有出門也沒有開冷氣 單純吹電扇這樣子 開始 Charlie Mike之前我們先看一下同學 好像有同學有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兩個小時之前EAEA大師 闪事 開示 談到死亡 那是已經按自然規律 直線前進 走到了不得不接受的鏡頭 沒有錯 我們 在Tuesday with Maury 可以分享 去體驗不同的 國家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年齡 不同的 職業別 不同的人生月曆 他對這樣的看法 是什麼 也許可以跟我們一些 我們沒有想過的一些啟發 不一定 大師充諱過人 早無掛礙 你是在講 如是道精華也講比道嗎 哈哈 智希學 參透是你 啊這個 一言約誤會了 我不是什麼大師 我已經講過了 我也沒有什麼充諱過人 那我有沒有掛礙 我唯一的掛礙是今天晚餐要吃什麼 我講過簡單就是快樂 所以我不要去想太多 我自己 比較不急迫的事情 所以我每天只要擔心 我今天晚餐要吃什麼 然後把冰箱打開看一看 還有沒有什麼可以 做一點變化的 這是我 每一天當中最大的掛礙 這個掛礙解決了 我就無憂無慮 這樣子 我跟一般人不一樣 一般人可能還會想東想西 想太多 每天煩惱 錢多也煩惱 然後呢 呃 職務太 職務太高 每天有很多的事情也煩惱 每天都在煩惱 人自然而然過得就不愉快 那我去想那些 等於已經是我的身外之物了 我真的是沒有掛礙但是我的掛礙是 今天要吃什麼 明天要吃什麼 我能不能控制在我預算範圍內 只不能夠開源我就要截流 然後同時想辦法開源 這是我唯一的掛礙 也就是探家的意思啊 智希學參透士領 我也沒有什麼智希學啊 我就是看一看小說治癒愚人吧 但是你會事前就決定做器官捐贈嗎 這我沒有辦法回答 因為我講過 我唯一的掛礙就是 先想我今天晚餐要吃什麼 今天晚餐以外的事情 我基本上不會去想 否則變成傭人治療 所以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但你如果問我說 我會不會做決定我現在不知道 因為我 那個是我今天明天以後 的事情我 排序沒有排那麼前面 那我目前也還沒有做 那我也 並不排斥做 至於說要什麼時候做 順期自然到了 如果輪到我要做決定了 我自然會先做決定 如果 我自己沒辦法做決定 可能我也不會有太大困擾 因為 已經沒有煩惱了吧 所以不會因為你要不要做器官捐贈 去煩惱自己吧 那不是又走回頭路 天下本無事 庸人治療之 你自己找一個要不要器官捐贈去困擾自己 所以他對我來講不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那你如果要從宏觀 金氏寄民 這種救世 的這種救世組的觀念來看 你當然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 在生前就及早做決定器官捐贈 但是我講過 天底下沒有那麼簡單的事情 因為器官捐贈 有點像美國的墮胎到底合不合法 都還搞得 大家不同的宗教不同的黨派 不同的觀念男的跟女的 大家吵翻天 光一個墮胎這麼簡單的事情就吵翻天了 以美國來講 你不要講器官捐贈 好這樣子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我能夠 很簡單去回答的問題 所以我不能講會或不會 我不排斥 但我只能管好我自己 我不能管別人 因為他牽涉到了 以我們國人來講 他牽涉到了 你家庭裡面有多少人 家裡面的分子越複雜 越是大家庭 人多口雜 大家意見就多 吵翻天 那再加上我們中國人傳統的觀念是入土為安 他不會要留全屍 他不會讓你去隨便捐贈器官 這個不在我們中國人的觀念裡面 所以 即便 我 提出我個人的看法 也不見得我們國人會接受 我今天還在看報紙有一個 榮總 有一個老翁去世的 家屬 拒絕去領事 讓他冰在冰櫃裡面超過10年 那你說這種事是不是 今天才發生 那個是因為 據說是因為沒有錢去 做安葬的事情 這是他 片面之詞 我們不知道真的還假的 我們有發現那個很有錢的 家屬也是炒來炒去 為了遺產的問題炒來炒去 同樣也是冰在冰櫃裡面冰好久 那個不是沒錢下葬 那個是太有錢了還沒 增產還沒有增完 怎麼可以隨便 就把 屍體 離開冰櫃 就下葬了不行 所以 我們有太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導致 死不瞑目 導致那個人死了都不瞑目 那個不是他本人的意願 都是 不是子女就是家族 你的成員 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 所以 你不要講器官捐贈 你要去想你如果是大家族 你能不能安葬 入土為安 都是個大問號了 你還去想器官捐贈 EAA大師 果然已經進入大師級 大師級的境界了 這樣子 感覺有點不接地氣 所以不管我做不做器官捐贈 並不會改變我們的文化跟我們的 社會習俗風俗 你不能一風一俗 那我們是不是鼓勵器官捐贈 我個人認為你再怎麼鼓勵器官永遠不夠 因為器官捐贈是一個醫學問題 並不是一個道德層面或是風俗層面或是文化層面的問題 你即便想捐贈 你的器官能不能用是一回事 能不能找到適當配對 器官不排斥可以配對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 等待器官捐贈的人能不能等到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個人認為光靠器官捐贈不能夠扶你重新解決 需要器官的人的問題 我相信很快就會有 基因工程 用 複製的方式培養出 類似幹細胞的原理 培養出 人類要的器官 這個科技很快就可以出來 第二個是用動物的器官 服役人工 的一些 人造的 部分跟結合 動物的 豬的心臟也好 結合 人造的這個部分 也可以比你器官捐贈可能都來得好 所以 科技的進步 醫學的進步 很快就不會有 要不要器官捐贈的問題 因為 器官就夠了 所以我認為他在短期內 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 科技的進步的速度遠大於你 一風一俗的 的速度 這樣子 所以我們唯一要感到慶幸的是 如果你現在單身你有福 以前是養兒防老 現在是養老防兒 光在那個遺產 可能把你丟在 停時間 冷凍庫一冰冰十年都不理你 要不然就是 為了讓你還有生命跡象 繼續領你的月退縫 跟18% 印刺給你 人都已經死了還不讓你死 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這個在國內很普遍的這種 不把 活人當人看 的這種現象 已經嚴重 我們需要重視的程度遠高 超過器官捐贈 所以我們 我個人認為啦 既然 耶耶大師問到 我其實是 我其實是跑龍套的啊 你不要誤會我是什麼大師 我只不過是 講講英文而已 我不是什麼大師 不要隨便亂叫 那 我個人認為 國內最重要的其實不是器官捐贈 生前填器官捐贈卡 這個 很快醫學的進步 就不需要 我們人去捐器官了 所以這個我認為不是我們近期需要考慮的 事情很快可以解決 我覺得我們要面對的真正 要重視而不要去視而不見的 也不要把焦點 焦點轉移到器官捐贈是 安樂死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我認為排序要排在第一位 那 否則會有很多人不得好死 連好死的權利都沒有 那個比器官捐贈重要 第二個是 放棄急救 生前放棄急救這個更重要 因為我剛剛講一個問題 他要得好死 家屬 人多口雜大家族 大家為了一些利益糾葛 炒來炒去 不得好死 那個人要奠急要用各種葉克膜 要保持生命跡象就是不讓他入土為安 這種很多 這兩個才是真正重要的 器官捐不捐贈我個人認為不重要 那個科技可以 很快的去 彌補 量上面的不足 我們科技已經進步到 確實是可以做到這一點 我個人認為可以 那我相信我的理由講完了 至於說 我是不是 找無掛礙 在世西學參透室裡不是 我只是在 用我的嘴巴 講出 小說故事情節裡面的一些人事物 讓他能夠跳脫出課本 跟書本 讓他更能活靈活現 這是我的專長 我可以把文字的東西 英文文字的東西 表現得很生動 讓同學閱讀起來 理解起來 比較能夠 更深入 更 符合人性 也不必考慮英文好不好 聽我講就對了 那如果真的是要去 參透人生的道理 那種談到死亡 談到老年 尤其是我們講到的這個 Tuesday with Maury這個章節的年老 我覺得有兩個大師 我可以立刻推薦 我是跑龍套的啦 我跟這些人比起來 我 我連跑龍套都不如 第一個 大師級張曼娟 張曼娟已經 真正耳順之年了 我還在 知天命 他已經耳順了 但是 張曼娟大師 他真的是大師 他對於 照顧長輩 他自己牽身的經驗 像我也照顧長輩 我父親過世前 歷經的那一段 我可以理解 你在那段時間裡面瞬間成長 哈哈哈 以前都還不知道 你在那一段 照顧期間瞬間成長長大了這樣子 學會很多東西 那 張曼娟的 照顧失智症跟所謂的 雙親 有失智症的 有其他病痛的 健忘症的也好 他父母親這段時間他成長了 他跟大家分享的這個故事很多 我覺得那個就是有關 父母親聯腦 造成自己必須一夜之間你要長大 這個中間的 過程 我相信張曼娟應該在他父母親 出狀況 尤其他父親先出狀況的時候 他一夜之間成長了 慢慢慢慢成長了 他真的成長是在 50歲那個時候 我相信 第二個是說 他的另外 感覺到 他自己也不如中年了 不如60歲了 他那個以前 想都 遙不可及的那個年紀到了 到了他父母親那個時候的年紀了 他還是單身一個人 他也不可能 會有結婚 他怎麼去面對 中年不如死亡的這一段 人生後半段 的下半場 他寫了一本書叫我被中人 我覺得同學可以看看 我是沒有看 我看英文的比較習慣 但是我個人認為他的 我有時候聽一聽廣播 有時候我開車會聽到他的廣播 然後 網路上有很多的 YouTube之類的影片 他講這一段我個人認為非常不錯 他才是大四級的 我這個連跑龍套都不如 所以我建議夜夜大師 可以觀摩一下 張曼娟這一段 他是大四級 第二個是有切身經驗 年紀也夠大 87歲的 李富城 之前軍人出生 個性剛烈 可是自從他好像感覺到自己身體出了大狀況 又有上妻之痛之後 他變成 孤獨 失智老人 那還好還不到日本講的那個下流老人 因為他畢竟還有一些 省之減用 還有一些 月退縫的 這個縫景可以自己好好的去理財去利用 他最近我看報紙他加入了一些 社工的行列 對銀法族提出了很多他個人的生活的一些智慧 加入了這種社工行列 我覺得非常不錯 這兩個我個人認為同學有這一方面 生老病死這一方面 需要取經的需要取經的需要吸取前人智慧的我不是大師啦我連跑龍套都不如 我跟同學講實話我連跑龍套都不如 何況是大師 張曼娟首選 再來 李富城 他是以行動 自己年紀夠長87歲 人生閱歷經驗 然後呢回饋 銀法族的社會 我覺得這些都可以 很值得我們去 探索 去挖他們的腦礦 來作為自己他們的人生智慧來作為自己的參考 我的 真的不要聽啦 我真的是胡說八道 我不騙各位 我純粹講英文 英文才是我的專長 你講那個什麼 聰慧過人找無怪 那個不要亂講 我下一餐在哪裡我都還要 挖愛半天 這個我不算這樣子 好 18分鐘 算了我18分鐘 我不要跟我的Charlie Mike 和在一起 我就當一個小單元 專門解答這個 器官捐贈之類的 我的結論 他 因人因食因地 適宜 我們的文化適不適合做器官捐贈 另當別論 有什麼保留權私入土為安的這種 你家族裡面只要有長輩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吵不完 沒有錯你自己可以先做 可是你人死了你父母親不願意 我不相信 醫院的人會衝到你家把私底搶走 去開始栽除你的器官 因為那個有保鮮期的 這樣子 這些都還是未定數 我覺得真正要的是 遺風易俗慢 這個文化改不掉 然後呢風氣改不掉 父母親 因為有遺產要增遺產 家裡錢太多了 所以我之前為什麼講 Bill Gates把錢全部捐出去 他沒有這種風俗 包含 那個Warren Buffett 他也把錢幾乎 不會給子女 子女你要自己去賺錢 他不管子女的 西方文化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 自己的棺材本 看到孫子沒錢了 結婚了 都還會把棺材本拿出來 給孫子結婚 讓他爬哩爬哩 穿著爬哩爬哩的 風風光光的 賦所有的請客 聘金 總總開銷 這個是我們中國人的觀念 我的觀念很奇怪 連我自己都覺得很奇怪 乾你屁事啊 你棺材本好好弄的 你去管你孫子幹什麼 所以我 我反而會呼籲 安樂史 放棄急救 這個 這兩個要先落實 放棄急救這個部分應該已經沒有問題了 大家已經 做得還不錯 安樂史這個障礙還很大 我個人認為應該 先 左眼在這上面 器官捐贈不用擔心 我們現在的科技 我保證再過十年已經不需要器官了 不希望你捐贈 絕對可以用基因工程 幹細胞的細胞工程 複製器官 配合動物的 器官 也可以用培養的 可以在白老鼠的身上用細胞培養的方式 培養出其他的器官來 這個 技術上我相信已經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只不過礙於法令這樣子 所以這個器官捐贈的問題就解決了 那 結束前 我也要呼籲一下就是我們對於 年老 對於死亡這種人生課題我覺得 可以在大學裡面 多開一些這種生死的課程可以結合文化進去 畢竟我們中華文化五千年 太 降肛了 我講要一封一尺太難 我還記得我大概 10年前 有一個學生 跟我上全美語課程 他好像是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來的 他會講一些新加坡當地的英文 但他要跟老美溝通有點困難 所以來上我的很長一段時間的全美語 揮畫課 揮畫就是談一些 他認為要談的事情或是先畫家長或是聊一些我們遇到的事情 那時候我就跟他聊到他母親過世 我父親過世 那段時間我上課的時候我就跟他聊到死亡 我就跟他不知道怎麼搞我 我跟他聊到我說you're lucky you don't need to crawl you don't need to crawl 酷天搶地在地上爬 爬給別人看 劈麻帶一笑 那個是我們的儀式文化當中的一個 部分 他跟我講說他雖然 年紀沒有 大到自己要在地上爬 他母親過世的時候已經沒有這個習慣了 但是他說 他 祖父母過世的時候 他還很小 他看過他媽媽在地上爬 一邊哭一邊爬 我們以前有這種傳統 你看要隔多久 這個孝女阿晴的 這一類的爬在地上又哭又喊爬要爬好長一段路 跟我們以前 在路軍關校在地上爬一樣被學長操一樣 女孩子要在地上爬 要哭天搶地 哭不出來都得哭 你看我們有太多的 風俗習慣 奇怪的 但我不能講很奇怪 我們不能理解 包含我 我記得 我在總部的時候在老邱手裡下 頭一個辦公室有一個學弟 于北城的同學 他父親過世 就請商家在 我記得在萬方醫院那個地方的一個 靈堂 設了一個靈堂 他父親過世 我就被派去 順便幫忙 公祭的那一天 我提前派去幫他 我就問他說有沒有什麼要處理的 待會公祭的人要來 有沒有我要幫忙的 他說學長你就幫忙在 那個地方 人家進來 你看看引導 賓客就位 賓客就位 然後呢 比較 年紀大 像我們家族裡面有 賞者的 你幫他安頓一下 因為我們 人太少忙不過來 我就說好 他還跑去跟他媽媽講說這個是 很好的辦公室的學長 有什麼事情你就直接 叫他幫你就好了 公祭的時候因為很多親朋好友 長輩都會來 他父親的同事 同輩的 90歲的80幾歲都會來 他媽媽一看就說好 麻煩待會你幫忙 結果 真的一大堆長者進來了 那個長者要看到的就是他媽媽 要哭天搶地的哭財心 他媽媽就馬上把我叫過去說 禮金收完的錢 大家繳得禮金白包的錢已經算好 放到他媽媽的皮包裡了 他媽媽因為要開始哭了 所有的長輩全部都稻草要看他哭看他表演了 他就把我叫去了 交付我一個很重要的任務說 你幫我把皮包看著裡面都是電影的錢 不要弄丟了 他皮包一甩給我就很放心了 就奮不顧身的衝到 那個 整個公祭的 習的最前面開始哭天搶 搶地的開始哭 嚎啕大哭 說哭就立刻哭了 而且哭的 哀痛欲絕 我一看 我說這個 真的是收放自如 哭完之後 大家都 哀痛莫名 貝吉埃榮完了 疑似完了之後呢 他媽媽又趕快眼淚擦一擦 走過來說 那個包包可以還給我 這個沒辦法少不了 那一天的重頭戲就是要大哭一場 他媽媽是 大家只希望看到媽媽哭 其他人哭不算 這樣子 因為他老媽是配偶 那是不是這樣才孝順 才不是孝順才表示 老公過世了才表示 真的是 進到了這種 心意了 如果照這個標準的話 我就最不孝順了 我父親 過世 從 開始辦 商事的那天開始 我都沒掉過眼的 我不是不想哭 我很想哭 但是 我沒有那個當軍人沒有那個習慣 痛哭流涕 我沒有那個習慣 是不是代表我不用心 如果以 我的學弟 他媽媽的那個標準的話 我可能 就真的是不孝子 但是我講過很多東西心塵則靈 而且不能看表象 我特別舉這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的文化裡面是不是有太多很奇怪的東西 在裡面 你要一風一俗真的很難 要很長一段時間 時間多長呢 我那個學生三幾歲的時候他說 他小時候練小學的時候 他阿公去世 他媽媽真的跪在地上沿路爬 披麻袋笑爬 痛哭流涕 爬了快100公尺 校女阿晴那個樣子 結果等到他 大概30歲的時候他媽媽過世他就不用爬了 你真的要想爬可以請校女阿晴來 一時一時就好了給他錢 他代勞 現在好像很少聽到有人要 五指哭目一樣在地上 那個 女方要在地上爬 爬100公尺 哭天搶地 還好這個風俗已經沒有了 但是你看隔了多久 從我那個學生小學到他30歲 過了快30年 20多年 這個 習俗流傳多久不知道 才 差不多結束了 所以我講一風一俗很難 你要不要做器官捐贈 家裡面 人都口雜 有時候由不得你 而且你也掛了 你也不能做決定 你也看不到 但是醫學科技的進步 日新月異 他可以科技用科技的方式解決掉 要不要用 生前契約的方式做器官捐贈 我相信再過10年這些問題都 不是問題了 我們要面臨的再次重生做一個結尾 安樂死 跟 生前的放棄急救的一個同意書類似這樣子 就 才能夠真正達到可以 不會再遇到不得好死 由不得理不得好死的這種問題 好這樣子 好希望我有解答 那 真的同學真的要對 Agent 年老 你自己 邁入了中年 耳順之年也好 支天命之年也好 你的父母親 出問題了你要照顧也好 這都是我們大家會面臨到的 張曼娟的我背中人 跟他的父母親的這個案例 跟他自己成長的心路歷程 我覺得 大師之作不是我啦 我連跑龍靠都不如 我再次重生 第二個李富城 我們 空軍氣象聯隊出來的 我沒記錯的話 李富城他87歲了 他歷經了喪偶之痛 歷經了自己 身體的 健康上面因素的一些變化 憂鬱症也好 他走過來了 他分享他個人的經驗給影法族的朋友 做志工 我覺得這都很好 很正能量 這兩個都是極度正能量 他 都在大師的行列 算大師的行列 名列大師之靈 我跑龍套啦 所以千萬不要來問我這類的事情 我只不過轉述 書裡面的東西 那個是我的專長啊 我可以講得很好 我可以解籤解英文的解得很好 但不代表我本身可以解籤解得很好 我就具備這樣的智慧 那差太遠了 再次重生 感謝YAYA同學的提問 提問得非常好 我就當個小單元 在稍晚我再來做一個簡單的 Charlie Mike 不要混在一起這樣比較好 感謝同學待會再見 我會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